我妈买的文具vs我买的文具 到底谁都更好用 我妈买的铅笔 2B铅笔 这种绿绿的2B铅笔是不是很熟悉 我妈说 以前他们考试都是用这种的 自写的清晰 不易钝 就是有点太普通了 只要在评论区打出三朵玫瑰 然后爱测你喜欢的人就会出现玫瑰花雨 另外视频点这个地方 小星星就会变成玫瑰花又 快试试吧 打开评论区 在评论区输入三朵玫瑰花 at喜欢的人 就能收获浪漫的玫瑰花雨 天啊 是真的 我买的铅笔 自动铅笔 你还会天天削笔而烦恼吗 你还会天天钻起心很好心吗 这只有名的自动铅笔 你值得拥有 年少轻狂的我 奔向着去征服这支笔 没想到最后为它征服了 它真的句句句句能写 累了累了 我妈买的薛笔刀 普通小刀 我妈说买什么削笔刀 能用就行 然后就把家里拆快递的小刀递给了我 啊 这这这这怎么用啊 我看你又想花钱了对吧 这样削削削不就行了吗 我买的削笔刀 变动削笔刀 科学在进步 削笔刀也在进步 有了它 这些手动的削笔刀都可以退休了 只需要放入铅笔 等待几秒 就可以削得非常干净顺滑了 科技感十足 这么好的削笔神器 得好好地收藏起来 不能被我的同桌发现 我妈买的文具盒 小麻鼠笔带 昨天考试得了100分 妈妈说会奖励我 一个新的笔带 妈 答应你的 啊 这个 虽然是我喜欢的粉色 但是这除了装笔就是装笔了 也没啥特点吗 你不要是吧 我就拿去给隔壁杂大出名了 我买的文具盒 机关文具盒 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这个能变魔术的机关文具盒 怎么样 有没有被我的机关文具盒惊验到了 可以放橡皮擦 放剪刀 放笔 放胶带 还能削笔呢 这里还能记录一周的课程 这是一盒在手 工具全有 以上六款文具 你们觉得谁的更好用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喵 耶